雙子座,無論是上星或太陽,在農曆的二月份會怎樣呢? 大家都說到,不可以說到如火如荼,但是說到,我又不懂怎樣讀,揮揮揮揮揮,還是忽忽揮揮呢? 應該是讀揮揮,因為消費了那些水,三點水做過,就是佛祖的佛,不要起人邊做三點水,是不是讀揮揮揮揮揮? 大家都說到,全世界都在這裏說了,水星逆行,水星逆行有什麼這麼厲害呢?一年其實三四次,對不對? 還有,有些人問,因為對雙子和處女,你們都是想水星主管的,是不是說,水星逆行就我們的運氣不好? 因為水星是一年是逆三四次的,那未對雙子和處女很不公平呢? 我覺得不會這麼不公平,那麼恐怖的,12星座裡面只是你們兩個那麼慘? 一年裏面走三四次倒霉雲,那就不會的,但可能也會有一點影響,可能會比較累些,頭腦功能不太好,OK? 但是因為這次是逆行在雙魚座,是雪上加雙,或者應該這樣說,水翼本身對你們只是有一個雙的影響,但是在雙魚座就真的很差很差,所以是在雙上加雪,OK? 還有,不單止對你們,對全球的人都是這樣,如果大家有看我Facebook IG,都知道我早前是煮了東西,我就是在搞星運那些東西,然後搞到整個煲都招了,然後狂飄煙,很恐怖,但是好幸好有時候都會,忽然之間會見回一些舊朋友,如果你們有看我2020, 2020那個十二星座開運比級的LIFE,都可以見到,其實我做LIFE那時候,因為它是一個非完全Private的space那裏做的,然後我做一做一下,竟然見到一個一年多沒見過的朋友,而且最邪惡是什麼呢? 我那個LIFE是星期日做的,然後知不知道我是竟然星期六晚,無端端真的閃過這個朋友,在我的腦海裏面,無端端想起他,然後星期日是竟然是竟然閃過這個朋友,在我的腦海裏面, 我認為世界上是竟然在那個地方看到他,世界上就是了,望望人海都看到他,我覺得是超邪的,所以其實對大家來說,尤其是因為這次,這個水翼發生是雙魚座,都是一個變動星座,雙子都是變動星座,所以你們更加有很大的可能,可以見回一些舊朋友啊,這樣的東西, 但是根據,尤其是塔羅,提到你們的什麼呢? 就正正因為水翼是雙魚座,雙魚座是變動星座,你們又是變動星座,所以那個影響是會更加認到的,OK? 對比起其他的非變動星座,除了柱女,射手,雙魚座,雙魚座,你們的感覺是會更加認的, 但是其他只剩下八個星座,水翼的影響不會太大,OK? 根據塔羅說今次的星雲,我們看到你的主星,綠色有個R字這個水星,逆行兼落陷在雙魚座,OK? 但是同時,其實你們的附近就有這個太陽月亮,因為今次的新月,正所謂日月相合,發生都是在雙魚座, 而且在你們的附近,相差多少度?剛剛相差五度,我勉強都可以當它是雙魚座,因為其實我們叫這些可以允許的角度,我們叫Orb,可容許的角度 其實當牽涉到太陽月亮,它那個角度是可以很闊的,但是我經常都覺得,如果有時候什麼太闊都包含進去, 那就會變得太過空泛,五度對我來說是 acceptable的,所以其實今次這個日月相合,對你們來說會帶了, 好,忽然之間會帶了很多的一些新的機會,新的念頭,新的點子給你們的, 尤其是在什麼地方呢?尤其是在你們的工作方面,OK? 然後又加上,水星都動得很快,很快你們就會經過這個三叉擊,就是那個海王星, 是的,它是在雙魚座是入廟得勢的,OK? 所以呢,所有這些會造成什麼的現象呢? 就是說,這個農曆二月,你們忽然之間會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機會,很多新的嘗試, 尤其是,我都說了,是關於工作的事情,OK? 是的,或者是一些你們人生裡面,一些長遠可以成為你們長遠終身事業的東西, 是的,忽然之間有很多不同的四方八面,都去丟一些方案,丟一些建議給你, 那你們就開始,都有少少貪心的,什麼都say yes, 但是其實,你們真的消不消化得到呢? 好像去吃自助餐那樣,什麼都想放入口,但是其實,會不會眼闊肚窄呢? 是的,所以是非常之小心,就是不要什麼都這麼下巴輕輕答應, 不要覺得越多越好,有時候呢,做人的哲學是要靈權莫濫的,OK? 是的,那還有,要非常之小心,尤其是,如果現在聽著的人,有雙子座的伴侶, 為什麼呢?因為雙子座,你們什麼都想試,就算連感情機會,都會想試一下東西下西, 所以呢,有機會會一腳踏兩船的,雙子座,是的, 那還有,最後呢,要給一個非常之重要的建議,是什麼呢? 因为水液在相遇 所以你们一次过是处理不了那么多事情 但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是塔罗去提的 这个农历二月不要旅行 尤其是海上的旅行 那些去船河 出海 乘搭邮轮 千万记住不要 否则容易出危机